领证是一回事吗 你别逗我了 不是一个步骤吗 他求婚了 求婚 领证 婚礼 你全办了 婚礼肯定是没办对吧 但求婚就得领证对吗 求婚什么 就得领证 对啊 所以就是如果求婚不领证就不叫求婚 求婚求婚嘛 对啊 求婚又不是表白 他眼里的心性没了 现在提起陈晓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的确从曾经的意气风发 再到如今的沉默抑郁 陈晓的变化若眼可见 在他身上似乎再难看见当初的朝气蓬勃 而引起陈晓变化的最大原因 很多人都觉得是他和陈燕熙的婚姻 而曾经他们也是被无数人视为神仙爱情的典范呀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才让曾经甜蜜不已的双城 让人觉得已不负往昔恩爱呢 陈晓陈燕熙 因拍摄神雕侠侣结缘 2015年8月27日 陈晓发微博承认了与陈燕熙的恋情 她说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信 在剧中苦等姑姑16年的故儿陈晓 在现实中用了不到16个月的时间就抱得美人归 婚礼上陈晓的头沙吻更是感动无数少女 有人说在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爱情最美的样子 婚后的陈晓和陈燕熙时常在微博上高调秀恩爱 只要一起出现就必定是黏黏糊糊 尤其是陈晓那充满爱意的眼神怎么也藏不住 婚后二人生叫一个儿子小星星 自从2016年结婚以来 隔三差五就会被传出婚变的消息 如今陈晓的微博设置仅半年可见 只有半年的微博里并搜索不到陈燕熙任何相关消息 在公众面前不再像从前一样亲密 也很少合体出现在公众面前以外 就连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动也渐渐少了 这两人之间的感情的变故大概是出在2017年底 陈燕熙被曝出曾擦足台湾18线胡哈艺人 尼安东的婚姻开始等 尼安东事件之后 陈燕熙早年的黑历史一一被扒 人设完全崩塌 陈燕熙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中 清纯的沈嘉怡形象爆红 节目上说过自己没有过前任 但媒体扒出陈燕熙的第一任男朋友 是她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一个富二代 紧接着 柯友伦公开承认与陈燕熙曾经是恋人 并已进入半同居状态 还被媒体拍到和文章勾肩搭配 经过这些风波后 陈燕熙和陈小出现在公众面前就有一种貌合神理的感觉 经常爆出离婚的传闻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那倒也不尽然 毕竟陈小终归是爱着陈燕熙 哪怕是陈燕熙被无故卷入尼安东的丑闻中 陈小也只是黑着脸一言不发 而之后的几年里 两人也经常会在不同的场合秀恩爱 后来陈燕熙受邀参加浪集的时候 陈小也是第一时间发文支持爱妻 而两人外出的时候也是失职紧握的状态 当发现有媒体跟拍时 陈小则会第一时间张陈燕熙揽入怀中 所有的小动作似乎都是在给爱妻证明 不过真正让这段感情持续的 还是在陈燕熙34岁生育的时候 陈小送了他29朵白玫瑰 要知道白玫瑰代表的正是不需要言语的爱情 此间种种只能说陈小也许不会用言语表达 但是他的动作足以说明 两人之间的感情依旧 但是我们不需要认识的感情依旧